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鬼邻居 说王树 这个人呢 在江州任县城 上任的时候 住进了县衙安排的一间房子里边 这房子呢 分上下两层 那个年月的房子呢 大家伙在电视里边应该能看过啊 平时吧 这个王树呢就是住在二楼 这宅子前后 都是街道 左右都是房子 中间呢 也只有木头隔开 不能隔音 这左右邻居啊 经常会有响通 王树虽然说不满吧 但是出来乍到的 也不好意思多说 尤其啊 这个左邻居 经常的晚上走通 发出挺大的声响来 让王树感觉到 有些不太舒服了 就这么过了个三四天之后 王树大清早的 就去衙门口啊 就想找这个邻居说说 到那一看呢 发现这个大门紧闭 直到是这邻居 可能是晚间有什么活气 所以这白天呢 就睡得晚些 早上也不起来吧 到了晚上 晚上再说 等到了晚上 王树回来的时候 发现呢 那个邻居大门 还是紧闭着的 也没亮光 这王树就有些无奈了 就把这事给放下了 等到了夜间 这王树刚睡家 这个隔壁啊 又传来了这个 上楼梯 下楼梯 还有走路的声音 那个声音呢 是惊久不绝 吵得这个王树是心烦气躁 走到墙边啊 狠狠地照着这墙啊 就敲了两下子 哎 那个声音呢 就没音了 王树可能啊 琢磨着 这对方是知道了 自己不满了吧 半夜里边小点声 也就睡下 可这睡到了半夜啊 王树又被隔壁走路的 声音给吵醒了 这下他是怒火中烧了 郑主任破口大骂呢 突然一想到 不由的就是大惊失策 原来啊 那个中间的木墙啊 你想啊 那木头的 它总得有缝隙 这个隔壁邻居 既然不睡觉 他忙过什么呢 为啥一点量 都偷不过来呢 哪有人在黑了八曲的 屋子里边来回走的呀 这王树本就是衙门中人 这个职业啊 使得他不免心里边又一想 莫不是这隔壁邻居家里边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够子吧 所以才大半夜的 在家里边不开灯 干这个够单 一想到这儿 这王树就偷偷的起来了 捏手捏脚的来到 那个木墙边上 把这个耳朵啊 贴到那个木墙里偷听 希望着就能偷听到 那边发生的事情真相 没想到这一听啊 可吓一跳啊 甚至把王树这个魂 都给吓没了 怎么回事呢 就听见一个老人的声音呢 就说了 这都十天了 为啥宋二还不回家呀 一个老婆婆的声音呢 就回他 说呀 他在十里铺呢 你又不进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平时啊 能一个月回家一趟呢 哪怕是酒庄事物繁杂 也会回他 老者又叹息了 幸好啊 这是秋冬季节 这要是三福天 怕那尸身都发臭了吧 哎呀 王树听到这儿 可吓坏了 当下想到了 是不是这老两口子 杀了人在家 等着儿子回来处理尸体呢 有心想着 是不是 死的这个 又是这老两口啊 而自己听着的 是鬼在说话呢 当下就十分的恐惧 也不敢再听了 只能是轻轻的 退回到床上 可是这个隔壁呢 依旧不时的 有脚步声传来 这王树是没办法 瑞眠了 只能在恐惧中 熬到天亮 等外边计较了 赶紧的起来 到了县衙 找到这个县支付宴报告 说呀 昨天晚上 夜里偷听到的事情 这支线也不敢怠慢呢 让他赶紧带人 去看看去 怎么回事啊 这王树带人到的那户 敲了敲门 没人硬上 这门是在里边 用插销子插死住的 那就证明里边有人 就找来周围的邻居 那邻居一说呀 这家啊 十几天没见人了 以为是他在十里铺 开酒店的儿子 给接去了呢 但是这老两口吧 一个是常年瘫痪 一个呢 便留在家中照看 按理说 因为行动不变 不应该去那么远的地境啊 是奇怪了 王树一听这话 就大吃一惊啊 昨晚上听见那声音 那不就是老两口子的声音吗 赶紧的 驱使着牙医破门 等进去的时候 只见厨房里 一个老妇人倒在地上 面目猙獰 明显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再上了二楼 靠着王树家那一边的墙边上 放到一张床 瘫痪在床的老头 也是早就身亡了 这王树吓得光荡的 一下就跌在地上了 五座检查了尸体之后 得出结论 那老妇人呢 是疾病突发 痛苦而死 所以这个死状猙獰 那瘫痪在床的老者呢 是活活饿死的 真是人间惨剧啊 命运弄人 出了这事 王树也不敢再住哪屋了 那直线知道了内情 便给他重新的 安排了一个住处 好吧 这就是鬼邻居的故事